第三名誰強要 我覺得第三名很好位置 應該沒那麼好 1 2 3 趙哥 趙哥 趙哥厲害 漂亮喔 安全下莊 今天你一舊成就了 你覺得演藝圈裡面 你會是人見人厭嗎 趙哥不會 其實說實在 我今天來錄這集有點悶 因為我是出道很慢 我出道目前才11年 我是幕後座比較久 對…然後又拍戲 加總啦 加總 加總就有啦 對啊 又40幾 30嗎 快30了 對 天啊 怎麼又有禮貌啊 叫人家來問這個 這是你的心裡話吧 不是吧 讓你說嘛… 我不覺得我被人家討厭 那你覺得後輩會愛你的原因是什麼 提膝後輩 我會給他們一些明燈 方向 有些藝人紅不起來的還是怎麼樣 我都會跟他們講 直接離開現場 不是每一個都可以像瑪莉歐這樣 給自己排在哪裡 我自己是排第二名 第二 差不多… 因為我這個人是這樣子 我很極端 貪了一名而已 我不是第一 要不然就是最後一名 沒有中間值 想說今天看到這麼多的 可敬的對手 我想一想就好啦 剛剛在後台沒有這樣子 你敢講喔 剛剛在後台沒有這樣子 你幹嘛說 為什麼要把我第幾幾… 我跟你講 在藝人同僚 同輩的當中 你的排名可能不高 白雲你覺得他第幾名 這麼準啊 不錯 不錯啊 等於就是會怕啦 沒有 真正排行是第三 國賢 我給趙哥的話 第六 為什麼… 白雲排第二名是因為我們夠熟 我覺得你人夠好 那是在我們心目中 你是第一名 但是我覺得 因為這個是普羅大眾的心態 剛剛在後台也不是這樣講的 你把後台的 你把剛剛在後台化妝間的事情 談不上去 因為這個人早在淘汰 直接講 不要怕 不是 我覺得在普羅大眾的心中 因為趙哥其實給人家 不講話的時候 給人家是比較嚴肅的那種感覺 看臭屁 有威嚴 然後有時候身上可能還帶一些氣味 然後人家會覺得說 什麼氣味 就說他有喝酒吧 不是啦 什麼氣味 有酗酒露雨嘛 對不對 來 小鐘哥你覺得他是第幾名 我給趙哥是第一名 不好意思 因為我跟你講 趙哥其實他照顧的人是非常多的 因為他最早 他剛才講 他其實入行才11年 但是如果是包括他導演製作的時候 是 當一個製作人 他要照顧多少社會的人 整個劇組 當導演 他要照顧多少演員 你很生氣 我說導演在 我說導演被照顧的人 導演嚴格一點是應該的啊 你戲演不好難道還要稱讚你嗎 對… 副導 副導就是他是白臉 對 副導白臉 副導他接觸面 跟導演這樣 要不要演啊 對嘛 他副導才去安撫 對啊 所以他演變成時尚 來 瑪莉歐 第六名 也是第六名 不是 因為 因為你怎麼會這樣 因為趙哥其實我說真的 我會怕趙哥 因為他的脾氣比較暴躁 但是絕對不是說討厭他 他畢竟是好人 鍾哥我不能得罪 他現在有在主持節目 我又不能支持上他的節目 白玉哥酒店很熟 也許有時候公關需要他的學錄 他畢章業比較熟 國賢他這邊基本上 他在網路上有發展 有可能要藉由他的推助力 老師探明 會下輔咒 對 這些 我跟趙哥最沒有直接的利益關係 稍微得罪 後面再按來 就趙哥最沒用就對了 不是最沒用 就是比較不會有間接 沒有直接的接觸嘛 稍微得罪下 後面再來說趙哥我們 對不起 這是… 神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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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用手機你不能動別人 你也也 對 白玉哥… 好…先第六… 瞭解了解 詹老師排 他真的不了解趙哥 趙哥能好到你會嚇一跳 真假的 第二名 他是有帶 真的刀這口豆子心 你講話不要抖 他願意念你 願意講你表示你還有救 我最感動的是一件事情 因為我們有個風水節目 因為他有宗教信仰 他擺脫了宗教信仰的束縛 竟然接受我的拜託去拍他們家 而且不是拍一次 拍三次 別人老師去他也不願意 你只因為這樣就給他排到第二 他排第一的 我告訴你 OK了 既然是第三名我們來看看 這VCR怎麼說 請看 趙哥人超好的啊 就是大家可能會覺得 趙哥看起來就是很兇 但其實沒有 他私底下 就是在可能休息室或化妝間 人都超好的 其實趙哥是有分階段的 一開始的趙哥 會讓你覺得有距離感 是在於他的眼睛 他眼睛很單的時候 你會覺得他好像有點距離感 然後後來他變得很順遂之後 你就會覺得他好凌家喔 然後你就會覺得 他變得好和哀可親 所以我覺得他的一切是來自於 他後期的雙眼皮 他這孕婦也長不出什麼好不好 趙哥 我跟你講 趙哥也是貼心自己的前輩 因為其實錄影難免會延遲 可是有時候時間的 時間上你可能要約會幹嘛… 可是你我們晚輩 不好意思去問製作單位說 到哪裡 到哪邊了 結果趙哥喔 噼哩啪啪啦 延遲個五分鐘 十分鐘 然後開始幹狗 他就開始幹狗 發我幾點來 還沒開始 幹什麼東西啊 然後開始罵… 然後製作單位就為了趙哥 然後再加速… 所以跟趙哥一起工作 非常的省時 有效率 他是愛之聲則之切 其實他會罵你 你要感到開心喔 他如果罵你罵得越重 我就喜歡這種口味的 趙哥 我懂你 其實我有拍過趙哥的戲 然後之前在拍趙哥的戲的時候 完全感受到 趙哥的另外一個專業度 而且他就是為了我那個角色 他還就是問了我很多問題 然後說這個角色你這樣可以嗎 他還給我一些戲劇上的指導 趙哥喔 趙哥是這樣 他其實沒有螢幕上 讓他看到他那麼兇那麼可怕 而且他不要看他這樣 他都跟我玩那個吃雞電腦版的 雖然他不太會玩 他會開車撞我 但是他代表他也是有想辦法 在融入年輕人裡面 我跟趙哥去路過玩很大 然後雖然他每次 對別人都很兇 我不知道為什麼 趙哥 而且玩完遊戲之後 他都會說很累嗎 會痛嗎 很辛苦耶 趙哥在我Facebook有問題的時候 被人家威脅的時候 本來勒索的時候 第一個出來幫我的 因為他錄影都會喝一點點酒 然後喝酒就很開心 就會一直叫我的名字 然後雖然輪不到我講話 可是他一直叫我 就會讓觀眾對我很有記憶點 就因為現在很少就會遇到他 然後他是真的有打過我的人 所以我就想說排後面 沒有…我相信因為趙哥現在已經 他扛得住這些流言蜚語 所以我把他排最後面 以趙哥的個性來講 他已經改了 他不會生氣的 所以我把他放在後面 是因為他扛得起 趙哥當然也是會 給我們很多建議 就是可是我給他的建議 就是你希望就是上節目之前 其實我知道你非常的照顧我們 你也會來我們的店裡這個 有時候來這個消費一下 我們非常感激你 但是有的時候你真的 好嗎 你在節目上真的太兇 兇到我們不知道是效果 還是你真的在不開心 如果你可以稍微和蔼一點 對不對 我們就會覺得說 你真的是一個很好的大哥哥 所以拜託你 以後不要這麼兇好嗎 好大哥哥啦 這怎麼那麼極端呢 很多女生的心裡面都會覺得 是好的 是OK的 你看媛媛你還特別照顧我 會累嗎 會痛嗎 他心人 他就是不太會講話 我為什麼以後話很閨房耶 對啊 累嗎 會痛嗎 沒有啦 我就把他當成自己的妹妹 自己妹妹 對不對 只能這樣啦 只能這樣 只能這樣啦 只能這樣 一個乾妹妹 紅色訂閱的字樣 把它按下去 那就對啦 訂閱之後 這顆按鈕就會立刻像竟然這樣 出現小鈴鐺 記得這個小鈴鐺 你也要給它按下去 就能收到我們最新影片的通知囉 趕快去 停 您 久不見 停 酒 開 Xu